记者蔡文居台南报道,台江渔民今天在台南沿水溪口四草湖捕获一只罕见的生物,在地的渔民从事与捞一辈子也从没看过,因大家不知其名而姑且以台语战称它为怪物,希望专家学者能协助解谜。 经本报向多位专家学者查证,成功大学教授邱宇文协助查证下,晚间确认这生物叫圆盘海牛,未被累的一种,在台南难得一见。 台江娱乐园执行长李静天说,他从事鱼捞三,四十年,这是第一次在四草湖看到这种生物,今天在从事导览时,从定制网捕获这只怪物,他看似一只没有咳的鲍鱼,但又不是鲍鱼,照理它不应该在这种地方出现,为何会出现这生物,让它百思不得其解。 李静天说,这只不知名的怪物,约有手掌心大心,摸起来有粘液,目前它先把它养起来,发现它在水桶底部如洞爬行,像是底七神物一样,经询问多位专家,大家也不知这是什么东西。 城大水科技研究中心教授邱玉文说,云盘海牛属于软体动物门,富足岗,分布于西太平洋,为贝类的一种,栖息于朝间带,台湾并不常见,台南更是西少南的一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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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